Hello大家好,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无人知晓第十一集,上集说道,大白将小浩带回酒店,途中小浩发现了不妥,逃上了天台,使用了缓降器,谁知被老高抓住绳子,他不得不解开挂绳,李善宇和英真差不多推出了坠楼真相,但无法断定大白和这个案件的关系,英真回到医院,发现小浩醒了,小浩奔跑回家, 拿起大象模样的浇水壶,七年前他第一次进英真的房子,英真交给他一盆花,不知不觉七年过去了,他们的阳台也被花盆充满了,他好像记得自己昨天忘记浇水了,他很想咪一回,英真的哭泣声却充斥在耳边,醒来一看,妈妈也在这里。 本集说道,小浩醒来完全不记得自己受伤了,也不记得为什么受伤,医生检查,没什么大问题,失忆应该是短期记忆缺失,之后可能会自愈。 英真拦住浦医生,他知道医生在偷偷放风给大白,他告诉浦医生,千万别忘记告诉大白,小浩已经失忆了,就算看到了大白也记不起来,这样大白才不会心急对小浩下手。 大白躺在老高的病房,正听着电视报道英真的新闻,小西进来告诉他,小浩清醒了。 浦医生向大白汇报小浩的情况,大白一边听着,这时大银打电话来,他感觉小浩,老张和大白之间有秘密,小浩失忆了,大白又绝不可能告诉他,那只能和老张熟人的老大爷打听。 懒哥一队跟着老大爷一天了,没什么特别的发现,眼前来了一辆黑色车,车上的人居然是大尹。 大尹让老大爷转告老张,小浩醒了,还有趁现在还来得及,让老张回来,接管认尽了所有权利。 老大爷出发去找老张,懒哥紧随其后,老大爷注意到有人跟着,他将懒哥他们甩掉。 老张听着从医院拿到手的窃听器,听到小浩妈妈和英真的声音。 老大爷回到小废屋,劝告老张快回去继承认镜的职位。 老张不是很在意,老大爷又告诉他小浩苏醒了。 老张激动地站起来,显然这个消息比任何事情都重要。 他想立刻去医院找小浩,但被老大爷拦住了。 他拿出英真的名片,现在连刑警也盯上老张了。 这个刑警可是第八个受害者的好友。 英真回到病房,问小浩,如果有个人和他托付了一个东西,并且那东西对那个人很重要,他会藏在哪里? 小浩表示他会藏在英真的家里,可能是书房、阳台,也可能是厨房。 但他不懂为什么大家对他坠楼的原因避而不谈。 妈妈不想小浩记起来这件事。 但英真还是告诉小浩,他从十楼用缓降器下到一半,解开绳子后坠楼了。 小浩妈妈硬拉着英真出去。 他看到新闻了,英真半辈子都在追求好友死亡的真相。 但是凶手抓到了小美担心失忆是英真他们的花招。 英真不也还是郁郁寡欢。 小浩听到妈妈说到了圣狠案。 脑内剧痛无比,开始闪回一些记忆。 大白认为英真不会拿孩子来打赌。 他们要等小浩恢复记忆后,老张和小浩拿回东西时,就咬住老张,将东西和老张都弄到手。 小美和小西觉得不然就干脆杀了老张和小浩。 这样知道秘密的人都死了。 不用久等。 大白表示,人死了东西还在,对他的威胁就在。 李刑警知道了英真就是第八个受害者的好友。 除了震惊,更多是生气。 他有过疑心。 徐上元坠落那天,英真分明哭得很凄惨,却没想到原来他是秀经的好友。 他们在调查圣痕案时,英真看着好朋友的尸体照片,也从未流露出半分不自然。 尹寻警知道,他曾经写过徐上元一案的报告书,也知道他没有将这些奇怪的点写进去。 拜托他,即使现在知道了英真是秀经的好友,也不要改变自己的立场,将那些疑点告诉调查组。 如果英真不隐瞒这层关系,他就没办法亲手抓到杀人犯。 现在好不容易想好的案件有眉目,圣横案也开始有了新方向。 李行锦看向他,什么叫做新的方向? 尹寻警眼看没得隐瞒了。 徐上元将前七个受害者,划定为有复活资格的人。 但临死之前,却说秀经没有复活资格。 李行锦马上反应过来,不是被害者的原因,而是犯人,杀害秀经的凶手另有其人。 英真正处在封间浪口,上司表示会推一个人出来平复舆论。 他们作为英真的同事,就算不被连累,也会失了脚。 黄系长不想听到这种话,想尽全力保护住这帮人。 英真很无奈,只能打电话给李行锦,拜托他和尹寻警帮忙守着想号。 临走之前,他和他们道歉了。 李善宇看到新闻,有些担心英真,想打电话又顿住,外甥女圆圆过来找他。 李善宇斗圆圆时,圆圆问他,叔叔是不是也不喜欢哥哥。 圆圆告诉他,之前他们在家门口碰到小浩。 小浩问过他,喜不喜欢有个哥哥,他回答不喜欢。 他比较喜欢弟弟妹妹,小浩好像很伤心。 英真回家后,寻找小浩藏的东西。 他打电话给李善宇,告诉他小浩醒来了。 他立马告诉大尹,大尹不怎么关心小浩的病情,他最关心的还是学校的利益。 李善宇去看小浩,小浩最后的记忆都停留在一个月前他去李善宇家里那天。 那天,他在老师的家门口看到了圆圆。 帮圆圆捡了球,转身要走时,李善宇正好出来了。 喊了他。 他们一起去往公园玩,太阳直直照着圆圆。 他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,小浩用手遮住太阳,再快速放下,从暗处到亮处。 他也打了一个喷嚏,和圆圆一样。 李善宇告诉他,这叫做炫光性喷嚏反射症,一般是父母遗传的。 然后他们一起回到李善宇家,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。 他还想说些什么,但被打断了。 英真回到广搜队,组员们都在闹脾气。 生气英真瞒着他们。 懒哥倔强地扭过头帮英真分析。 当时接到凶手的电话,黄系长瞒下来了。 对外假称是自己接到的。 如果电话也被报道出来,那举报的人肯定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知情者。 上司求英真老实等待调查,他不准英真了解案件进度。 不仅仅是惩戒委员会,记者们也在等着他们出错。 英真有些懊悔,黄系长受牵连都是因为自己。 他刚出门,揽歌大声地和搭档讨论着昨天跟丢老大爷的位置。 英真根据他们说的速度和位置,来到老大爷甩丢他们的路段,突然接到老张的电话。 他听过窃听器,知道英真是小浩的好友。 很难绕过大白见到小浩,只能拿着老大爷给的名片,打电话给英真,并要求和小浩见一面。 委员会开始从黄系长入手调查,他打开保险柜,在最下面的资料翻出第八级受害者绣经的报告书。 圣衡案虽然和他没关系了,但秀经的案件报告他一直带着。 李善宇告诉东仔和诚诚,小浩苏醒了,东仔想先去看小浩。 诚诚想见到小浩,和他说对不起,但是如果小浩想起诚诚让大勋吓唬他,肯定不会原谅他。 东仔一个人去看小浩,小浩忘记那些烦人的事,和东仔说笑。 大尹来到约定的大楼,还没到店里,先看到小浩的妈妈。 他说有事要处理,说没两句就走了,李善宇在一旁都看到了。 暗下一心,他带着小浩的妈妈,到了约定地点,大尹一看到,脑子都猛了。 爱与李善宇在场,他也只能装作不认识他。 小浩妈妈得知了事情始末,小浩做了对的事情,但大尹因为学校的利益一直隐瞒着。 他反讽大尹,大尹只能假装咳嗽。 李善宇开车送小浩的妈妈,他心不在焉。 想起圆圆说过的话,又想起大尹和小浩的妈妈明明认识,在他面前,又假装不认识。 他告诉小浩的妈妈,有没有从暗处到亮处就突然打喷嚏的症状。 他回答没有,但也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这么问。 李善宇又再问了一句,那小浩的爸爸有没有这个症状? 妈妈却想起小浩几个月前也问过这个问题。 李善宇告诉他,小浩的这个症状是父母遗传的妈妈突然想到了什么。 下了车后步伐也走不稳。 小美这边找到新线索。 小浩就像老张那天,曾给一个餐厅打了四分钟的电话。 餐厅正是东仔的姨妈开的。 大白琢磨着,东仔的弟弟估计听到了什么。 他们马上买了一堆礼物来套弟弟的话。 小孩子天真浪漫。 他告诉大白,小浩说他救了一个老人,并且从老人那里拿到了一个礼物,是新生命教会福音。 这几个字让大白想起那些痛苦的回忆。 他还记得和徐上元第一次见面,告诉他,会用爱来救赎痛苦的自己。 那时候怀抱很温暖,但一切都是谎言。 那本福音是他们最熟悉的。 当初只要被错一个字就会被抽打。 原来藏着秘密的地图就隐藏在,新生命教会福音。 他决定先去找老张。 英真和老张见面,威胁他不说出事实就烧毁那本福音。 总结一下,如无意外,小浩应该是大瘾的儿子。 所以他不是偶然地经过李善宇家。 可能是想看下大瘾现在的生活。 刚好看到了圆圆。 根据小浩小天使的性格,肯定不会觉得妹妹抢了自己的一切。 反而还会觉得妹妹超级可爱,所以才会问他喜不喜欢哥哥。 得到否定答案后就很伤心了。 我们看一下这集的其他内容。 第一,小浩苏醒了,并且失忆了。 第二,英真的事情被爆出。 黄系长受牵连。 第三,大白知道了那个东西就是福音。 第四,大白小时候因为背不出福音被虐待。 第五,英真利用福音让老张说出事实。 这集又多了一些细细碎碎的线索。 接下来,剧情会怎么进展? 既然小浩去过李善宇家,那六翅膀天使是不是在他家看到的? 江英真的秘密泄露给电视台的人到底是谁? 大白看着新闻报道露出了兴奋的微笑。 假如真的是他,那他是圣痕暗凶手的可能性就更大了。 出生的秘密让小浩和小浩的妈妈和财团那边扯上关系。 这对之后的剧情发展有没有影响?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我们下期再见了,拜拜!